西罕,劳模朱婷向古德帝撒娇要轮休,我们亚洲人体制和欧美人不一样。 小编提醒,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。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,多谢您点赞,欢迎您评论。 2月11日消息,这个春节,正效力于土超瓦基福银行的中国女排队长朱婷,并没有放假,因为土超赛季激战正憨,她连续第三年在伊斯坦布尔过年,如今早已适应了异国生活。 朱婷,据悉,朱婷这个春节原本准备把父母亲接到土耳其来过年,后来家里人一合计,一方面,此前绍兴事剧被朱婷的父母已经去现场探班过。 而大姐和二姐过年都能赶回家陪爸妈,大家就懒得再折腾出国,等过段时间再来土耳其探望她,不过从这个细节,也能看出朱婷的孝顺。 朱婷父母,虽然身在土耳其,朱婷依然给自己租住的公寓贴上了一些过节气氛。 她在厨房门上挂上了年年有余几个大字。 柜子门上也贴上红色大幅字,这些都是朱婷自己写的毛笔字。 她的故乡河南丹城也是书法名城,当地学生从小都经过书法教育。 除夕下午,朱婷还参加了欧冠赛前的训练。 2月6日大年初二,瓦基福银行有欧冠比赛。 朱婷下午结束训练回家后,和一直陪伴着自己的营养师姐姐包了些饺子。 营养师姐姐还准备了5个热菜,2个凉菜和一份汤,还有每餐必备的水果拼盘,保障朱婷营养。 这就是朱婷家的年夜饭了。 两人还通过电脑收看了央视网络春晚,朱婷一边看节目,一边给家人,恩师郎平和女排队友们拜年,发表情,抢红包,一刻不得闲。 以前,朱婷在国内过年,家人除夕会拍一张全家福,1米98的她因为个子太高笨手笨脚帮不上忙。 提到如今在外独自过年的感觉,朱婷表示,2017年春节,当时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很想家,但如今科技发达,自己随时随地可以和父母视频连线了。 父母看到她平日的生活很规律,也很放心了,而且球队训练,比赛日程较为密集,因此也没功夫想家了。 孝顺的朱婷表示,我给爸妈转账发红包了,以前每年爸妈过年还会给我红包的。 12年前,朱婷首次接触排球,一切都很新鲜。 如今,该拿的荣誉都拿到了,朱婷反而充满了危机感,她一直强调,如今打球稳健最重要,千万不能受伤。 加上打完试锦赛她自己也感到非常疲劳,因此,朱婷甚至会主动跟主教练古德蒂撒娇,并且获得了一些轮休机会。 她表示,我是亚洲人,体质和欧美人当然是不一样的啊。 25岁的朱婷表示,从排球来说,稳可以稳定军心,稳定大局。 从我自己的人生或家庭来说,我更希望把稳这方面做好。 的确,父母收入微薄需要她来赡养,小妹妹的教育,生活成本她都扛下来,朱婷荣不得一点闪失,也祝福她在2019年能够远离伤病,带领中国女排取得更大成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